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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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世神将荣耀从以色列带到了东方 在否认神抵挡神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显现做工发表真理 以此来征服拯救全域之人 这是神的全能智慧啊 是啊 神在中国显现做工的意义真是太大了 以往我对神的做工不认识 就凭着观念想象定归主再来会在以色列降临 直到读了全能神的话 我才明白神在中国显现做工的奥秘啊 是啊 是啊 我来谈谈我接受全能神的经历吧 好啊 信主后我热心追求 一有时间就去教会做义工 还每个月坚持十分之一的奉献 2011年四月份 我来到韩国打工 不管上班怎么忙 每周末我都坚持去做礼拜 可每次聚会 牧师讲道老生常谈 赶赶巴巴 信徒们不是唠嗑就是打瞌睡 得不着一点享受供应 时间长了 我也不愿意去聚会了 可想到自己是一个信主的人 不去这心里又不踏实 只好勉强去参加聚会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遇见了以前的教友赵姊妹 她邀请我去她家做客 正好啊 她的朋友李姊妹也在 我们虽是初次见面 但感觉特别亲切 就聊到了各自的光景 又聊到了教会荒凉的问题 李姊妹给我交通了 教会荒凉主要是因为 神做了新的工作 圣灵做工转移了 我们得做聪明童女 寻找神的显现 留心听神的声音 这样才能迎接到主啊 我听了感觉很有亮光 接着李姊妹又说 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就是道成肉身的全能神 已在中国显现做工 发表真理 做了审判捷径的工作 全能神开辟了国度时代 结束了恩典时代 凡是接受全能神 末世做工的人 都是被神提到了宝座前 得到了神话语的浇灌供应 附上了羔羊的婚言 阿们 听了李姊妹的话 我感到特别震惊 又难以置信 主回来了 还来在中国 旧约时代 新约时代 神都是在以色列做工啊 而且圣经上也说 那日 她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边朝东的橄榄山上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 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 山的一半向北挪移 一半向南挪移 末世主回来 应该降临在以色列的橄榄山上啊 怎么会是在中国呢 我就说出了我的困惑 那李姊妹是怎么跟你交通的 李姊妹微笑着说 主再来的羔言都是奥秘 我们测不透 只有等到羔言应验以后 看见神做工成就的事实了 才能明白羔言的实际所指 不能根据羔言的字句 凭想象观念定归神的做工 这样容易抵挡神啊 就像当初的法利赛人 他们死守圣经预言 弥赛亚要来的字句 就认为主来了肯定叫弥赛亚 不叫弥赛亚的就不是嫉妒 结果抵挡定罪主耶稣的做工 失去了神的救恩 如果我们根据圣经预言的字面意思 定归神的做工 而不考察神显现做工的事实 很容易犯当初法利赛人的错误啊 是啊 末世全能神做了审判 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发表了捷径拯救人类的一切真理 如同大光在世界的东方显现 短短二十几年 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就传遍了中华大陆 如今已经扩展到了海外多个国家 全能神发表的话语 画在肉身显现 已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灯载在网上 面向各国各方之人寻求考察 嗯 是啊 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完全应验了主耶稣的语言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还有马拉基书一章十一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 阿们 听后 我恍然大悟 主再来不是先降在以色列 而是先降在中国 原来这圣经早有语言呢 接着 李子妹就给我又读了一段 全能神的话 我来给大家读一下 好 全能神说 其实 神是万物的主宰 是所有受造之物的神 他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神 也不只是犹太人的神 他是所有受造之物的神 以前那两部工作 坐在以色列 这样 人里面就形成了一些观念 人认为 耶和华做工 坐在以色列 耶稣又亲自在犹太开展工作 而且是道成肉身 在犹太做工作 不管怎么样 他做工没出以色列这个范围 他不在埃及人身上做 也不在印度人身上做 只在以色列之民身上做 人便形成这样那样的观念 而且把神的做工 给定归在一个范围之内 说神要做工作 务必在选民身上 神要做工作 务必在以色列 除了以色列人 神再也没有做工对象 也再没有做工范围 尤其 对道成肉身的神 更是严加管教 不许走出 以色列这个范围 这不都是 人的观念吗 神造了整个天地万物 造了所有的受造之物 他能只限制在 以色列做工吗 那他造所有的受造之物 有什么用处呢 他创造了整个世界 六千年的经营计划 他不是只在以色列做 而是在 全域之下的人身上做 若按人的观念去做 神就只是 以色列人的神了 这样他就不能扩展 外邦的工作了 因为他只是 以色列人的神 而不是所有受造之物的神 在预言书里说 耶和华的名 必在外邦被尊为大 耶和华的名 必传于外邦 为什么这样说呢 神如果只是 以色列人的神 他就只在以色列做工 而且也不扩展这工作了 他也就不预言那话了 他既预言那话 必要在外邦 各国各方 来扩展这工作 他既然说了就要做 这是他的计划 因他本来就是造 天地万物的主 是所有受造之物的神 不管在以色列人身上做工 还是在犹太全地做工 他做的是全羽的工作 做的是全人类的工作 今天在大红龙国家做工 既在外邦中做他的工作 仍是做全人类的工作 以色列可以是他在地做工的占据点 同样 中国也能成为他在外邦族 做工的占据点 现在不就成就了 耶和华的名 必在外邦被尊为大 这话了吗 阿们 感谢神 阿们 读完 李子妹交通说 神是造物的主 掌管着整个宇宙世界 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 神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神 更是全与上下 所有受造之物的神 神有权利 在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民族中间 做他的工作 但神不管在哪个国家 显现做工 神的做工 都是面向全人类的 都是为了带领人类 向前发展 就如律法时代 耶和华神在以色列 借摩西颁布律法 开辟了律法时代 并以以色列为中心 逐步向外扩展 让各邦各族的人 都尊耶和华的名为大 恩典时代 主耶稣在犹太 做救赎的工作 但主耶稣救赎的 不仅仅是犹太人 而是整个人类 两千年之后 主的福音 就从犹太传遍了地级 末世 全能神的显现做工 是在中国做试点工作 之后向全域扩展 现在 全能神的说话做工 像大光一样 从东方 已经传扬见证 到了西方各国 许多人从全能神的话中 听见了神的声音 纷纷归到了神的宝座前 接受了神话语的审判捷径 是 阿们 可见 不管在哪个时代 神选择在哪个国家 或民族显现做工 神都是先选择一个做工地点 然后以点待面 将工作逐渐扩展出去 完成神拯救全人类的工作 这是神做工的原则 如果按我们的观念想象 认为神在律法时代 恩典时代的工作 都做在以色列 神就是以色列人的神 福音只能从以色列传出来 只有以色列人才是真正的神选民 配得神的祝福 神不会在外邦闲线做工 这不是把神给定规了吗 是啊 那神说的 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 这话又怎么应验成就呢 莫世 神重犯肉身 做工在无神论掌权的中国 就是为了打破所有人的观念 让我们看到 神做工不守归庭 神都是按照他的计划做工作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 神不仅拯救以色列人 也拯救外邦人 神是全人类的神 不是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民族的神 是 阿们 神无论在哪里显现做工 都是有意义的 都是为了更好地拯救全人类 是 听了姊妹的交通 我感到很蒙羞 看到神在以色列 做了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的工作 我就把神定归为 只能在以色列显现做工 如果神默示做工 还是在以色列 我更会把神定归为 是以色列人的神 这不就否认神 是整个人类的主宰了吗 这就是在抵挡神呢 是 神在哪里显现做工 都有神的计划 更有神的智慧 我们没有资格评论神的做工 更不能定归神的做工 不过 我心里还有些困惑 中国是无神论者掌权的国家 否认神 抵挡神 最严重 神既是不在以色列显现做工 不也可以在 美国 英国 这些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做工吗 为什么偏偏选在中国呢 我就说出了我的困惑 当时啊 你姊妹就给我交通 神每部做工 在哪个国家 选择什么地点 都是根据神工作的需要 都是相当有意义的 关于这方面 全能神的话说得很清楚 接着 你姊妹就给我读了一段 全能神的话 姊妹 我来读吧 好 全能神说 耶和华做的工作 是创造世界 是开头 这部工作 是结束工作 是结尾 开始在以色列选民中间做 在最圣洁的地方 来开天辟地 最后一步 是在最污秽的国家做 来审判世界 结束时代 第一步 在最光明的地方做工 最后一步 在最黑暗的地方做工 把这些黑暗驱逐出去 把光明带来 把这些人都征服 所有人口里都承认了 是有神 是真神 心服口服 用这一事实 来做征服 全域的工作 这部工作 是有代表意义的 这个时代的工作做完 六千年的经营工作 就彻底结束了 最黑暗的地方的人 已经征服了 其余的地方 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 只有中国的征服工作 具有代表性意义 中国代表所有的黑暗势力 中国的人 代表所有属肉体 属撒旦 属血气的人 中国的人 被大红龙败坏得最厉害 抵挡神最严重 人性最低贱 最污秽 所以 是整个败坏人力的典型代表 救人的败坏 污秽 不义 抵挡 悖逆 这些东西 在中国人身上 表现得最全面 各种各样都显露出来 一方面素质差 再一方面 生活落后 思想落后 生活习惯 社会环境 出生家庭都差 都是最落后的 这些人的地位也低下 在这地方做工 有代表性 试点工作做全面了 以后再开展工作 就好做多了 这部工作做成了 以后的工作也不在话下 这部工作成了 这部工作成了 大工彻底告成了 整个宇宙征服的工作 也就彻底结束了 其实 在你们这些人中间的工作成功了 就等于全宇的工作成功了 为什么让你们做模型标本 意义就在此 在这些人身上 要背逆 有背逆 要抵挡 有抵挡 要误会 有误会 要不义 有不义 所有人类的背逆 都给代表了 这些人实在不简单 所以 将这些人 作为征服的典范 当然 征服之后 就是标本模型了 阿们 感谢师父 读完 李子妹交通说 审美部工作 选择什么样的做工地点 什么样的做工对象 都是根据他工作的需要 都是相当有意义的 是为了拯救全人类 就如神前两步的做工 都做在以色列 是因为 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他们信神 敬拜神 有敬畏神的心 是人类中 败坏最前的人 神在他们中间做工 最容易做成一批 敬拜神的模型标本 这样 神的做工 才能更快 更顺利地扩展出去 使整个人类 都能知道 神的存在 神的做工 使更多的人 都能来到神的面前 得着神的救恩 神把前两步工作 做在以色列 最有代表性 完全是根据 神工作的需要 而确定的 末世 神做的是 审判捷径的工作 神要发表真理 审判揭示 人类的败坏不义 向人类显明 神公义烈怒 不容触犯的性情 必须选择 败坏最深 抵挡神最严重的人 做典型代表 这样 神的做工 才能达到最佳国效 众所周知 在整个人类中 中国人最落后 被撒旦败坏最深 最污秽 最低贱 否认神 抵挡神最严重 是败坏人类的 典型代表 神在中国做审判工作 针对中国人的败坏性情 审判揭示得最全面 到位 发表的真理 也最完全 最能衬托 神圣洁公义的性情啊 是 那是 借着 在中国神选民身上 做工 所发表的真理 来征服 拯救 各国 各方的人 使人类 看到神的圣洁 公义的性情 都来到神的面前 赞美神 这是神做工的智慧啊 是 敗坏最深的人 都被神做成了 那痊愈之下的人类 就不在话下了 撒旦也就彻底被打败了 神在中国做工 得照的见证 是最响亮的 荣耀也是最大的 如果 漠视神做工在以色列 或者美国 英国 等基督教国家 他们不是败坏 人类中的典型代表 把他们做成了 也不能达到 征服拯救 全人类的国效 是啊 所以 神是根据 审判工作的需要 在中国人身上做工 是最有代表性 也是最有意义的 阿们 从神每步做工 选择的地点 和做工对象 最后达到的果效 我们看到 神的做工 太智慧 太奇妙了 是 听到这儿 我激动地说 是啊 以色列是 敬拜神的国家 在全人类中 败坏最浅 主再来 如果做工在以色列 征服工作 就达不到好的果效 而中国 是最落后 最抵挡神的国家 神把中国人 征服了 不但征服工作 能达到好的果效 而且更能显明 神的权能智慧 现在我明白了 神默示做工 在中国的意义 真是太大了 阿们 而我不认识 神的做工 还用自己的观念 想象 来定归神的做工 真是太狂妄了 接着 李子妹说 神无论怎么做工 在什么地方做工 这里面都有奥秘 都有真理可寻求 关于怎样迎接主的 再来 主耶稣告诉我们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看哪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 一头做行 阿们 所以 迎接主来 寻求主显现 最关键看 有没有真理的发表 是不是神的声音 因为 哪里有真理的发表 哪里就有神的声音 哪里就有神的显现做工 这是千真万确的 是啊 正如全能神的话说 越是人认为不可能 越是可能发生的事 因为神的智慧 高过诸天 神的意念 高过人的意念 神做工 是超出人的思维 观念这个范围做的 越是不可能的事 越有真理可寻求 越是人的观念 想象不到的事情 就越有神的心意 就越有神的心意 在其中 因为神 无论在哪里显现 神还是神 绝对不会因着 神显现的地点 或方式 而改变神的实质的 神的教宗 无论在哪里 都不会改变 他的性情 神的教宗 无论在哪里 他都是全人类的神 就如主耶稣 他不单是 以色列人的神 也是整个亚洲 欧洲 美洲之人的神 更是全与上下 独一无二的神 我们还是 从神的发生 说话中 来寻找神的心意 来发现神的显现 跟上神的教宗吧 神是真理 道路 生命 他的说话 与他的显现共存 他的性情 与他的教宗 无时不再 对人类公开 阿们 感谢神 听完神的话 我心里亮堂多了 全能神的话 揭开了神显现 做工的奥秘 真是大大 回击了我的观念 想想这些年 我一直盼望 能迎接到主的再来 可我却把神的显现 做工 定归在自己的 观念想象 与圣经字句里 真是瞎眼愚昧啊 聚会结束后 我主动向李子妹 要了一本 全能神发表的 《画在肉身显现》 通过读全能神的话 我看到 全能神的话 揭开了许多 圣经的奥秘 就像 神拯救人类的 六千年经营计划 圣经的内幕和实情 神取名的意义 道成肉身的奥秘 神怎样定归 各类人的结局 与归宿 怎样结束这个时代 与基督的国度 如何实现在地上 等等 除了神 没有人能揭示出 这些奥秘 全能神发表的话语 带着权柄 能力 威严 这就是神的 发声说话呀 是啊 我完全定真了 全能神就是 主耶稣的再来 毫不犹豫地 接受了全能神的做工 干上了高仰的脚踪 感谢神 是 是 是 这样教授太突压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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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太智慧 是的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